愛憶良帶著新專輯 26日現身電台活動 聊到這回 兩首超好聽的豬大哥 其實一開始 都不是寫給自己 而是妹姊和彭佳慧呢 其實妹姊在一開始 我跟她說 姐我那時候寫了一整頁給妳之後 我現在自己拿來唱 她說 哎呀那首呢 我不記得 對 她說那首很好聽 因為當初 可能有很多 節拍差不多的歌 然後她就沒有熟 她也是很恭喜我 然後Julia姊則是 在記者會上 哦 弄得更酷得更小嗨 然後私底下 我們也開玩笑的說 那你不唱我就自己唱啊 我們就在那邊打哈哈的這樣 成績這麼好 看來明年金曲獎是沒問題囉 有一點信心 但是當然壓力也很大 對 因為我知道 這是一個 明年會是一個 果定型態的金曲獎 我聽Juling Juling姐姐的 今天我就把每首歌都播了一次 所以我就哇 好前面好新喔 對 我不敢講那個歌名欸 可以講嗎 削開頭 好棒喔 好喜歡 其實也好棒喔 哎呦 你的歌也超棒啊 而且大家也都在等 希望能夠聽到 一位美姐寫的歌呢 Juling 2019 美姐寫的歌呢 在那時候我怎麼知道 她其實真的真的很聽我 到現在她都還會 自己下傳個聽音 小愛很好聽 覺得不像 但是 但是真的 對收到她的鼓勵 真的是很棒 對這件事情 能聽你們的歌 也是一件超棒的事啊